欧灵光智慧 是宇宙中最具智慧的能量 为你开启吸引爱和一切的好事 欢迎收听阿灵光智慧 欢迎大家又来跟大家一起共读 那个灵性成长的第21章 变通透 对 21章已经来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 所以呢 最后一章欧灵在跟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变得通透 是 我刚才在跟这个安老师在聊这个大陆版的翻译 对 他就叫做变得透明 对 透明 对 透明可能就是大家就比较好理解 但是 就是透明这个字大家好理解 但是 到底什么叫做变得透明 对啊 为什么要变透明呢 当我们开始踏上灵性成长的这条路之后 就是开始你会觉得 如果停下来往后看 就会看得到自己 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然后你会开始觉得说 感觉好像最近的内心修为比较扎实一点 比较坚强一点 所以好像感觉这个情绪啊 能量啊 感觉都变得比较稳定 是 这个时候呢 就会进到一个状态 就是试炼这样子 我在开玩笑 就是 试炼是什么 就是 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 就是我们还是会去 会跟别人互动 会处在一些这个场合 那从灵性的角度 我们在讲这个就叫做能量场 你会去到不同的能量场 你会跟不同的人接触 是 那这个能量场 事实上它都会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互动 嗯哼 那时候呢 为什么 欧丁要来讲说 那你要练习变得通透 是因为 很容易我们到了某个场合 见到了某个人 在跟他们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不觉就被他影响了 嗯 他的那个振动 他的那个频率 他的那个能量 一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不觉被他影响了 嗯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对方是高兴的啊 是正向的啊 那就还好 对 可是如果对方是处在一个这个 痛苦挣扎 或者是愤怒的状态之下 你不知不觉被他影响 你的能量就被他带到 那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去了 嗯哼 那那你就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啊靠腰 哈哈哈哈 那个都讲出来了 对 我练起了那么久 对 我修炼了这么久 我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面 走了这么久了 怎么我到现在还这么容易心服气躁 这么容易这个 有那么多的情绪 嗯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你被人家影响了而已啦 对 对 对所以 你要不要讲直白一点这样子 被被感染了 对 其实就 其实呃 也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哎那 这些看起来好像呃这个灵性很高的这些人 这些老师 这些上师们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人群当中 但是却不被呃这些呃形形色色的能量影响呢 呃事实上他们就是练了这个欧能在今天讲的这个这个这个状态就是变得透明变得通透 嗯哼 就是什么呢就是呃一个能量朝你射来 嗯但是他呃不会影响你就像呃应该怎么讲那个东西呢呃呃就像是光光呃我们应该有机会有去看过一些科学展或什么嗯好然后你会看到有那种用光打出来的雷射的雷射光的光墙 他就是一面墙然后看起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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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墙 但是那面墙就是你你拿一个东西丢他对他就一直穿过去了嗯 嗯嗯他不会不会黏在里面或者是被反弹回来或者是呃呃跟这个墙产生些什么样的呃呃作用 是对对那这个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通透就是他就会穿过去 所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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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在你面前吵架了 然後這個房間就是這麼一瓶兩瓶大 然後他們兩個在你面前吵架 然後你也走不出去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呢 你這樣比喻不錯喔 對啊 對啊走不出去啊 這個時候如果你待在那個地方 你被他們影響了 也許你就跟著吵架 或者你就開始覺得恐懼 那你的這些修煉不就很就白費了嗎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你真的能夠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說OK好我看到了 這邊能量場正在起一些作用 那麼我自己呢 我能不能不受到它的影響 讓我自己能量變得通透 讓我可以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可以保持是 用NLP的這個角度講 就叫做抽離 我是不是可以抽離出這樣的一個情境 讓我的情緒不要隨之起舞 是 那麼這些能量這些振動 其實就不會來到我的身上 我可以從另外一個次元 或者另外一個高度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那麼往往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你如果能夠從一個更高的角度 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改變現場的這些 這個能量跟氛圍 當你越清楚 越清楚正在發生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當你越能夠跳脫出來 越能用一個更高的角度 更高的震動來看的時候 歐靈說你可以送光跟愛 在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爭吵的狀況當中 是 對 你可以藉由你本身的震動的提高 去影響這些能量的交互作用 對 對 所以 講的比較直白一點 就是 你如果看到兩個人在吵架 然後你能夠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 在看他們在吵什麼的時候 你可能兩句話 就可以讓他們停下來爭吵 嗯哼 哪兩句 有時候 對啊 你總要教一下當場的方法 兩句話 雖然是我們覺得搞不好你很厲害 呵呵呵 OK好 開玩笑的 對 好啦 安老師問這問題其實是很好的問題 對 但是 有時候不會是只有兩句話 但是有時候 一個好的問題 其實你就可以讓它停下來 譬如說 嗯 譬如說 你看到一對情侶在 情侶在吵架 嗯 然後這時候呢 你只要能夠讓他們先稍微緩一緩情緒 就是讓那個能量稍微降下來一點 你問一個問題就好 就是 你們現在在吵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至關重要的 嗯 到底是這件事情重要 還是你們兩個的關係來的重要呢 嗯 你當你丟出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問題的層次 帶到了一個 更更比較高的高度上去 嗯 那 他們回過頭來看這些事情說 對啊 到底兩個人在一起到底什麼重要 到底是我們去到底吃飯重要 還是我們兩個的關係重要 嗯 對啊 所以如果你能夠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 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一個好的問句問 有時候 這個爭吵 有時候爭吵是只是為了情侶發洩 嗯 但是 有些時候 爭吵事實上 它只是為了溝通 為了去找到一個 更合適的方式 或者是更高的 方向 嗯 那如果你能夠從一個更高的角度 就 能夠丟一個問題給他們 引導他們去到那個更高的 位置上去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爭吵就沒有需要存在了 嗯 是 對 所以變得通透是一件 很重要的修煉的功課 你要先讓自己能夠 嗯 嗯 很放鬆的 很 很 這個很清晰的 你在哪裡 是 對 那歐林奇他就在說 他說在這一站裡面 他就說 他說你不需要 創造一個完美的環境 一個完全沒有負面的能量 或者是 呃 或者是就遠離城市這樣子 歸隱三里 他說你不需要做這些 因為 你在這些形形色色的能量當中 其實就是最好的練習場 讓你學習如何能夠成為你的大我 嗯 對 因為 呃 當你的震動被提升的時候 呃 我們之前都一直在講共振嘛 共振的實驗 或者是講呃這個震動的頻率 事實上呃 用音差 這個這個概念 其實大家就可以理解 音差有不同的高低的音差嘛 對 所以當你去敲響一個音差的時候 其他的音差 只要不是跟你在同一個頻率上的 他其實不會隨著震動的 嗯哼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自己的 就是一個音差 你自己的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自己的震動 大概在哪個位置上 所以如果當你的這個 靈性成長的道路越走越遠 呃 修煉越來越 越深的時候 嗯 呃 一些雞毛蒜皮的 這些 這些小事 嗯 他的部分其實就 就沒有辦法影響你啊 你還是可以 非常的心平氣和 非常的放鬆的去 看待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即使這些事情 對於某些人來說是 覺得好像天都要塌了一樣 是 對 就像這個 最近新聞草很兇嘛 買衛生紙對不對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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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 其實你真的去想一想 OK好 一包一包衛生紙 從可能 十三塊 漲到二十塊 OK 那 又如何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 能不能 心平氣和的去 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 就是OK好 我的 我的生活的開支 因為他的生活必需品嘛 我的生活開支 可能會 增加一些 OK 那 我 我可以有些 什麼樣的替代方案 或者是 我怎麼樣讓 這個 衛生減量 甚至是就是 OK啊 那就是 我需要多賺一點錢嘛 嗯 就是 如果我不隨著 這些媒體起舞 不隨著人們的這些恐懼 來 震動的話 我就可以更清晰的來看到 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然後那個什麼 華倫巴菲特不是就講嗎 當人們恐懼的時候 我就貪婪 嗯 當你真的很能 能夠很通透的看到 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這些恐懼正在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是保持通透的 能夠從一個更大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你在當中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 是可以翻轉的機會點 嗯 我覺得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那 呃 呃 歐林有講到說 你要怎麼樣來練習 變得通透這件事情呢 就是 呃 他說 當你 當你要進入到一個空間 一個場合 或者是見到某些人之前 在進去之前 你先感受一下 你自己的狀態 你自己的狀態 嗯 然後呢 你你你去 也去感受一下 你將要進入的這個空間裡面的震動 就是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 然後也許你其實就會有一些概念呢 就是呃 等一下可能是什麼樣的震動頻率 就是可能會吵架 還是會 會很喜悅 呃 對 那麼 你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在這個狀態當中 這個空間裡面正要發生這些事情 這個 這些事件當中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震動 比較高的 等級的震動 是你可以跟他共振的 嗯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例子 就是哎 兩人吵架 OK好 我也許要去到的是一個 要開股東會的 這個場合 那 這個股東會的場合呢 呃 可能可預期的就是股東為了彼此的利益 或者是為了 這個接下來的發展的方向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的 呃 爭論 對 很多的糾結 或者很多的情緒 嗯 OK 好 那麼 呃 我就可以來想想就是 那我怎麼樣 可以讓我自己保持在一個通透 保持在一個中立的狀況 然後再想想 哎 所以這群人聚在這個地方 當開這個股東會 有沒有一個更高的震動呢 有沒有一個更高的目的在那邊呢 嗯 所以 嗯 事實上股東聚在一起就是為了 怎麼讓這個公司營運更好嗎 那就會是一個更高的目的 所以我在 我今天來到這個股東會的會議 我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來的 那麼我就把我的震動 把我的共振的這個頻率 聚焦在 這個比較高的目的上面 跟這個更高的目的共振 嗯 那等一下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也許還是會發生這些 什麼爭吵啊 呃 這個 這個 意見不合啊 但是那都不會影響到我 因為我已經在跟一個比較高的頻率在共振 嗯 那麼 甚至於因為我跟這個比較高的頻率在共振 所以 我也可以 比較容易可以送出光和愛 對 講出一些更 能夠帶領的這個整個股東會 去到一個更高的位置的 這樣的一個話語 嗯哼 對 所以這是可以練習的 那另外一個你可以練習的就是 呃 我們其實都已經有曾經呃 呃 有過很多的這些經驗感受了 所以 你也可以去 想一想 去找到 呃 你自己在哪一種情緒的能量裡面是 最難讓你自己保持寧靜的 是 對 是憤怒嗎 呃還是挫折 焦慮 傷心 抱怨 等等等等 嗯 去想想 呃 我們過去都有些這樣的經驗嗎 那麼 那麼到底是哪些情緒能量是讓自己 呃最難保持在寧靜的狀態裡面 對 那當然呃 在你還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你當然是可以選擇就離開 嗯哼 離開那個環境 離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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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的身邊 對 但是如果你 這個 你沒有辦法真的去保持通透的時候 你就算逃開 你就算逃開 你還是會繼續吸引這樣的能量來到你的生命裡面 因為這些這些狀態事實上是來協助你 讓你呃更加的精進在理性成長的這條路上面更加的前進的狀態 嗯哼 對 所以呃 如果你要變得通透的話 呃 第一件事情你可能要學的就是 不去反應人們的這些行為 嗯 對 不要讓人看 呵呵呵呵 要忍哼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很多人就會 depends on for gettingitzer 或是 或是好像按到他的牛了你知道嗎 就是很難不被風吹草動 就是你說很難 我就是不會見牛羊 就是隨風而飄這樣子 然後就會陷入這個陷阱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在其他的派別裡面 有特別在講就是說 小我搞不好還會出來主持公道 或是爭議感出現 對不對 種種的有的沒有的 就會陷入這個僵局當中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會這樣看 就是當你遇到的說事件的發生 我為什麼一開始講試練 就是試驗 就是他就是再來 這是考試啊 這是你平常到底修煉的怎麼樣 在這個時候就會看得到了 所以我們平常都是在為了將要發生的這些事情在做準備 我們不管是閱讀不管是靜心不管是冥想不管是有些什麼樣的方法在走靈性這條路 事實上我們都是在為我們自己累積我們自己的成功學角度就叫做累積實力嘛對不對 就是你在靈性上的實力怎麼樣呢 對你有有沒有為自己打下足夠的基礎 那麼當事件發生的時候你才有辦法在面對這樣的事件的時候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反應這件事情 過去我們可能沒有學過靈性的這些學問這些方式 那麼我就真的就只能上去跟他硬幹啊 就是吵啊 我就打我就要打回去啊 那麼我現在走上了靈性這條路 我踏上了靈性這條路我知道了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觀念 我知道這是一個共振啊 那麼我能不能就是當這樣的事情再發生的時候 我有沒有可能就是我可以從旁邊看就好 我不要參禍進去 我忘記是誰說 他說就是小我就像那個惡犬 這是狗嘛 狗就是會廢啊 那當對方的小我開始攻擊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就真的就是很清楚知道那個就是一隻狗在廢 那一隻狗在廢你的時候你要怎麼樣 你要廢回去嗎 還是你要去咬他嗎 這不是很蠢嗎 啊問題是問題是那個很多人不會把他當 就是如果是用狗來比例的話 當然就會覺得那就不要理他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就是我們都把他當把這件事情都太當真了 就覺得說 就是好像對尤其是我們會把內在的那個狀態投射 比如說他搞不好這一場這一場風暴就沒有他的事嘛 然後他就覺得不行那個那個就剛剛我講的不管是 主持公道 對主持公道還是說他必須必須覺得要有所表現 我覺得我覺得這很多東西都很容易在這個狀態裡面陷入其中這樣子 對所以很重要就是為什麼說保持通透 就是平常的一個修為就是你要能夠在當下是很清晰的 你要都是很清楚 就是至少你要能夠看到那個是一隻狗在叫 那當然回過頭來就是我會說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情況這個狀態 然後你就跟安老師講的一樣就是忍不住就要跳下去 對 那表示在你的裡面其實也有一份類似的東西在 可能是小 對 可能你看到別人在罵一個人很笨 然後你就忍不住要去制止他 或者是你就開始有了另外一種可能很憤怒的感覺 對 那麼你裡面也會有這一塊 如果是越大越嚴重的你的反應就會越大 越小的就是可能稍微小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你都起了反應了 所以練習變得通透的第一步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跟他起反應 那麼不起反應的 我個人覺得不起反應的最重要的點是 你其實知道我裡面也有這一塊 所以我理解我裡面有這一塊 所以我知道不是我現在就是現在的我要去繳獲這樣的一個狀態 而是我裡面的那一塊在蠢蠢欲動 那麼我就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就是OK好 那個就是我裡面的那個區塊想要起反應 不是我想要去起反應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保持在這個通透的狀態 保持在寧靜的狀態 我就去看我裡面那一塊是什麼 把它認出來 所以認出來是有幫助 助於你是可以在當下處於一個比較清晰的狀態 對 所以內心有一份了知就是對 如果我會想要跟現在這個狀態 這些事件共振 那麼我的裡面一定有些什麼東西 那麼我可以怎麼樣來幫我自己調整這些部分 所以第一步就是還是認出它 你必須要認出它來 那當然就是你也要開始練習就是怎麼樣去辨認出 你是不是有沾染了別人的能量 所以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你當你要進到一個環境要見某一些人的時候 你先感受一下你現在自己的目前的能量狀態 然後參加完這個會議這個場合 或者見了某些人之後 你再感受一下自己的能量狀態 如果你的能量狀態可能震動變低了 或者是有一些情緒什麼的 你要認出它來 那個其實不是你的 那麼不是你的 你就不要一直緊抓住它 你要自己找到一些怎麼樣去釋放它的方式 歐林說其實你只要能夠了解你是在遇見的某些人之後 你的感覺變得跟原來不同 就已經足以能夠幫助你釋放那個人那樣了 認出來其實就是就已經是很好的釋放點了 那當然除了認出來之外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什麼深呼吸啊瑜伽啊運動啊 就是讓你把別人的這些能量從你的身上代謝掉 對沒錯因為透過身體我們可以讓自己的那個覺察的那個能力會變更敏銳 所以可以讓大家可以可以變成我們講的能量更通透 就是視所有的狀況為能量 然後不再就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太會會讓自己的頻率就是去調整 然後你就會隨著環境的狀態然後變成那個環境裡面的一份子或是一個狀態 對對啊所以就很可惜了沒有不好好的修煉 所以這就是靈性成長主要的這就是全部是希望說你可以那個好好的走向靈性 讓自己可以那個過得更想要自己走的路 然後最後有沒有想要跟聽眾朋友講什麼的呢 我覺得靈性成長這條路是無緣佛界的 就是這條路其實很長啦 就是即使我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靈性成長 我們也都還在這一條路上 對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清楚自己此刻的狀態 然後不管自己現在是在什麼樣的狀態都要愛上自己 嗯嗯 然後當你能夠接受自己的時候 然後保持保持親民的狀態 保持通透的狀態 那麼你才能夠更加容易的跟你的大我合而為一 嗯 從一個角度來影響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周遭的環境 是 那當你能夠去把你自己的振動提高 把周圍的能量也振動也提高 那這時候就是會把這整個世界開始慢慢的帶到一個更更更更更更高震動的這樣的一個方向上面 是 那麼在物質層面可能開始這個世界就會有更多新的發明跑出來 更多的解決方案 嗯 就算是這個衛生紙要漲價都不用擔心的 嗯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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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